缅甸军投米昂来,在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美的民选政府,抓捕了民选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季,米昂来篡权成功,却得罪了西方,自然不会得到西方的承认,米昂来阴谋政变,也没有得到东方各国的认同,但大额出于和老美对抗的需要,虽然没有冒天下之大部委,公开承认缅甸军政府,却和米昂来关系密切,俨然成了米昂来的后台。 如今看来,缅甸的未来走向还要看着三个大国的实力,以史未尽,可以治兴替,以仁未尽,可以明得失。 欢迎订阅老海说时,米昂来向大额购买不少武器,算是递上了投名状,讨好大额,大额也想在东南亚招募跟班小弟,对抗老美的势力,双方各有所需,一排即合,但米昂来现在四面楚歌, 大额会全力帮助米昂来吗?要知道,大额还在俄乌战场和小乌死磕呢? 估计大额只能给声援米昂来,不会给他什么实质上的帮助。 团结政府一直亲近英美,自然为西方马首是瞻,团结政府的真正老大昂山素季,在英国生活了很久,和英美关系融洽,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当初在英美的推动下,昂山素季还得到过诺贝尔和平奖,可见西方对昂山素季的支持,无疑是团结政府的依靠。 只是老美现在既要应付巴以战争,又要应付俄乌冲突,实在有些力不从心,毕竟以色列,乌克兰对老美来说,自然比缅甸重要,缅北同盟军在巴以战争开打后,才发动飓风行动,应该不是一个巧合。 没有老美的大力支持,团结政府麾下的人民保卫军表现有些差强人意,他们虽然实力远超同盟军,取得的战果却非常有限。 世界大变局下 不作不死,小国如此,小国的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同样如此,如果说以前很多小国还可以投机的的话,现在这世界投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都在争夺的是现有的财富和市场,并没有新的大量财富产生,在这样几乎你死我活的争夺下,世界各地只要发生冲突,拼的就是真刀真枪了。 看看乌克兰帮助美国火中取栗的下场,在美国实力下滑,还去挑战身边大国俄罗斯,现在好了,死了几十万人,还面临着瓦解和灭国的风险,再看看前几年还妥妥的在中美俄欧斯级中占有一级的欧盟。 在这次大变局中,越来越边缘了,完全成为了美国的附庸,新的规划中哪还有他的位置,这世界现在真正的玩家就只有三个中美俄了。 缅甸未来的路如何走?昂山素季背后是美西方支持,缅甸军政府背后是俄罗斯军火买卖,想应打击电炸的果敢同盟军,至少目前是我们的朋友。 缅甸军政府在国际上缺少合法认可,在国内缺少民意基础,这几年更是把缅甸的经济搞得民不聊生,很难继续执政下去,如果想体面地退居幕后,将来不被缅甸人民清算。 未来大概率还会求着民盟昂山素季出来收拾滥局,但无论是谁上台,恐怕都不会一边倒的倒向美西方,因为发展经济必须靠我们,其实昂山素季上台后也并没有完全听从美西方的,和我们达成了不少协议。 国敢同盟军等各地民地武,走向自治恐怕是最好的路,因为缅甸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统治过缅北,反而让缅甸冲突不断。 俄罗斯最好是退出缅甸,看看它支持的缅甸军政府完全是不得人心,再支持下去影响世界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 如果只是为了几个军火前,我们随便抬抬手,俄罗斯得到的会更多,如果因为它的支持搞得我们周边持续动乱,我们也可以卖点军火给乌克兰挣点外快,看看谁更难受。 只有缅甸民选的政府才会是缅甸国内大多数人支持的,无论谁上台都要替缅甸人的饭碗着想,这个时候不可能不会来找我们,至于美西方迟早会退出缅甸,因为现在他们连自己核心利益以色列和美洲都快忙不过来了,如果赖在我们周边不走,继续捣乱,我们现在也有实力去给他们周边上上掩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而果敢同盟军也不负期望在内战中表现出来非常好的战斗实力,果敢同盟军犹如闪电般的战斗力,以其敢打敢拼的精神,让敌人闻风丧胆,不可思议的军事实力摧毁一切阻挡之地。 果敢同盟军是如何做到的,有何奥秘? 首先,果敢同盟军注重战前准备,他们通过周密的情报搜集,分析对手的弱点与战术,为战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无论地形还是气候,他们都能迅速适应,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将他们转化为战术优势。 这种精确的预判与高度机动性,使果敢同盟军如出其制胜的利剑,无人可挡。 其次,果敢同盟军的强大之处在于,他们的团结一致,通过严格的训练和严密的组织管理,他们形成了一支紧密合作的团队,战斗中,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责任和角色,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和配合。 这样的默契与团队精神,使得果敢同盟军在战场上像一只疯狂的狼群集体力量爆发,给敌人造成巨大压力。 在此,果敢同盟军的武器装备也是他们能打的关键,他们投资大量资源。 引进了最先进的武器技术,以保持绝对的战斗优势,无论是坦克、飞机还是无人机,他们总是能够将这些高科技武器完美地融入作战中发挥最大效能。 这种高超的技术运用,使果敢同盟军在战场上有如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 最后,果敢同盟军的指挥系统也是他们厉害的原因之一,他们拥有一只经验丰富,高度训练的指挥团队,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在战斗中,他们灵活应变,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将其击溃这种超凡的指挥能力,使果敢同盟军成为一只无法小觑的力量。 果敢同盟军为什么这么能打?答案就在于战前准备,团结一致,先进武器和卓越指挥,他们在每一次战斗中都能将这些要素发挥到极致,以不可思议的实力战胜敌人。 果敢同盟军的能打程度已经超越了大家的想象。 果敢同盟军是一支在缅甸边境地区活动的军事力量,主要由当地的果敢族人组成,他们以果敢族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为基础,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在历史上,果敢族曾遭受过多次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困扰。 因此,果敢同盟军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族人的权益。 这支军队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使命感,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和族人,会表现出极高的战斗意志。 此外,果敢同盟军在军事训练和装备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曾在缅甸政府军中服役,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技术。 此外,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包括从其他国家采购,从政府军手中缴获等。 那么,果敢同盟军的资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一部分资金来自于他们的军事行动,例如,他们会通过袭击政府军的车队,抢劫军火库等方式获取武器和资金。 此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会对果敢同盟军进行资助和支持,例如一些国际组织和个人,但是,这些外部支持的力度和影响范围相对较小。 当然,除了军事行动外,果敢同盟军还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资金,例如,他们可能会参与毒品贩卖等非法活动。 在一些地区,果敢同盟军甚至控制着当地的毒品贸易渠道,这些资金来源虽然不合法,但却是他们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 综上所述,果敢同盟军的强大战斗力主要源于他们的民族情感、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优势,而他们的资金来源则相对复杂,包括军事行动、毒品贩卖等多种途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认识到,果敢同盟军的存在和行动对于缅甸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未来的缅甸政治格局中,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和力量,实现和平稳定的发展,仍是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缅甸现在是三方在博弈。 军政府无疑落了下风,米扬来的军政府受到了团结政府和缅北民帝五的联合进攻,接连丢成失地,形势严峻。 虽然米扬来大俄搞军演,买武器,却没有什么用处,大俄不愿花太大的精力来扶持米扬来。 毕竟缅甸只是大俄不很重要的小弟,何况缅甸面对的同盟军实力大增。 就算大俄全力支持米扬来,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团结政府也没有得到老美的过分关注,老美的重心完全放在了中东、俄乌以及朝鲜半岛,实在没太多精力来支持缅甸团结政府。 估计最多也就是卖的武器而已,只是如果团结政府重新夺回了政权,估计老美会立刻跑来,加强自身的影响力,打击大俄的势力。 到时候,同盟军的对手就换成了团结政府,以及获得了老美支持的缅军。 同盟军要尽快提高实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没事,说哥们下期不见了。 今晚完!